当然全球的经济现在没有办法很快的好转 跟持续的欧战大有关系 俄罗斯政府现在面临了边境有内乱 那就是反克里姆林宫的准军事团体 就称为民兵吧 连续两天对于西部边境地区不断袭击 这个时候是乌克兰要反攻的时候 克里姆林宫被迫从前线转移部队来安抚内乱 欧盟方面的消息是 部分盟国已经开始对乌克兰的飞行员 进行F-16战斗机的训练 同个时机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上空 拦截了两架美国战略轰炸机 但是美国国防部不太愿意回应 他说是安全专业的互动 而俄罗斯总统普钦为了误战证明 拿出了17世界的地图 告诉大家说上面那时候没有乌克兰 一栋装甲车缓缓驶向边境检查哨 但犹如入无人之境 这是反俄罗斯普钦政权的准军事团体 俄罗斯志愿军剖出的影片 连同自由俄罗斯军团 对俄罗斯西部边境展开第二天袭击 打了15个月的乌克兰战争 现在逼近自家境内 显然让克里姆林宫脸上无光 俄罗斯国防部立刻在边境的 别尔哥罗德地区发动24小时反恐行动 声称奇跪跨境攻击的乌克兰部队 超过70名入侵阵阵亡 军团退回乌克兰领土 尽管乌克兰否认参与 表示是恶级公民所为 是俄罗斯内部斗争 但专家指出 这几起开战以来最大跨境袭击 几乎肯定有与乌军协调 基辅正准备启动大规模反攻 边境攻击可能迫使克里姆林宫 从前线调派军队 也打击莫斯科军心 在这距离乌东和乌南前线 数百甚至上千公里远的边境村镇 其实常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 但本周的袭击还包括地面部队 当地州长表示 距边境约5公里的农村小镇 撑了攻击目标 造成12名平民受伤 一名老妇在撤离过程中死亡 地方首长也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无作为 别尔戈罗德州是俄罗斯军事据点 拥有燃料和弹药库 也是去年俄罗斯总统普清 下令提高攻击准备状态 改善防御的地区之一 这回亲乌克兰战士在破坏行动中 至少使用三辆美国制装甲车 而随着战争拉长 俄罗斯境内从货物列车出轨 燃油库遭攻击 甚至克里姆林宫上空出现无人机 都成了令莫斯科尴尬的乌战标记 反俄罗斯政府活动 开始一一扶上台面 但克里姆林宫打压一己不手软 46岁反战的科学 继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上周六从古巴公差返国途中 在机上猝死 不过他不是唯一 过去一年 俄罗斯已有超过12名知名异议人士 离奇死亡 俄罗斯傭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警告 除非莫斯科精英认真看待这场战争 否则俄罗斯将面临 类似1917年的革命且输掉乌战 不过为了为乌战证明 俄罗斯总统普钦还特地 召宪法法院院长 甚至拿出17世纪的地图 说上面没有乌克兰 周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上空 出动苏凯27战斗机紧急升空 拦截两架靠近空域的 美国B1B战略轰炸机 美国国防部低调证实 强调与俄机安全和专业的互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在这天前往乌东前线 视察海军陆战队 感谢他们抵御俄军并颁发奖章 欧盟高官则透露 几个国家已经开始 对乌克兰飞行员 进行F-16战斗机培训 北约秘书长表示 F-16相关训练 不会让北约成为脚战方 体声外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